今天我们聊传了很久的乌克兰赫尔松大反攻 从8月29号开始 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地区发动了绅士不小的攻势 号称赫尔松大反攻 动用了6个旅左右的兵力 共3万人左右 进攻路线分为北线 中线和南线 其中北线和南线没有明显的进展 只有中线乌军渡过英古列茨河 拿下了渡口落左围 然后又前进了一段距离 形成了一个突出步 不过这个突出步难以向周边扩大 似乎有被消灭的趋势 有消息称乌军128旅在行动中损失很大 由于消息太乱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证实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乌军在赫尔松范县的公司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而在顿巴斯范县 乌克兰官方宣称反攻部队渡过北顿河 占领了一个村专 哲联司机亲自发了视频祝贺 但是这个事情和之前乌军戒杯事件一样 属于作秀性质就是一队乌军坐着船 趁俄军不注意悄悄溜了过去 拍了一个照片又溜了回来 一面进攻停滞 一面又瞒着作秀 乌军这次的大反攻显然很不顺利 那么为什么乌军要发起这次攻势呢 主要还是得从战场局势上面说起 目前 俄乌战争的局势是这样的 俄军控制的地区包括赫尔松州的96% 哈尔科夫州的40% 扎波罗热州的70% 卢干斯克州全部 和顿涅茨克州的50% 7月初彻底拿下卢干斯克州后 卢干斯克方向的俄军便转入休整状态 俄罗斯转而在南线 也就是顿涅茨克州发起攻势 试图拿下顿州 乌军在顿州的繁线核心是 马林卡 佩斯基 阿瓦迪卡夫 克拉斯洛夫格卡斯克镇 这几个镇就在对涅茨克市的外围 不到10公里 最近的佩斯基也只有5公里 这就让乌军在过去8年 得以不断的炮击市区 而对涅茨克民兵一直无法拿下 成为了心头刺 从8月初开始 俄军对这条繁线发起了进攻 由于这条繁线 乌军经营了8年非常坚固 俄军只能一点一点的啃 啃到现在 基本拿下了佩斯基和马林卡的一部分 乌军有顶不住的趋势 一旦这条繁线被打穿 不仅对涅茨克市区受到的威胁会解除 示范大量的顿州士兵有生力量 同时乌军在顿州的大后方红军城也会暴露 乌军这边的犯法 除了增援顿巴斯 就是以赫尔松大反攻 牵制俄军 迫使俄军增援赫尔松 其实是一个唯卫就造的选择 因为大举增援顿巴斯并不明智 后勤压力很大 而在赫尔松屯兵 靠近乌军的大后方压力就小很多 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乌军确实存在得手的可能 赫尔松大体分为两个部分 地涅博河左岸和地涅博河右岸 地涅博河刚好从北向南穿过整个赫尔松州 其实也穿过整个乌克兰 其中左岸面积占三分之二 右岸占三分之一 其实我个人觉得说左岸和右岸不太对 我们应该说东岸和西岸更对一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际媒体都在使用 左岸和右岸这个词 因为分不清 到底是面对地图看左岸 还是背对地图看左岸 其实应该用东岸和西岸更合适一点 左岸指的是东岸 右岸指的是西岸 要把这个说清楚 左岸就在克里米亚的北边 是克里米亚的水源地 过去八年由于乌克兰卡着赫尔松州 对克里米亚断绝供水 克里米亚饱受其苦 所以俄罗斯在冲突初期 拿下左岸赫尔松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对克里米亚的供水 而右岸赫尔松在尼古拉耶夫州东边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 它被地链博和所分割 导致它和左岸的联系比较困难 只能靠桥梁和船只从而形成了一个突出物 而乌军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炸桥梁 俄罗斯这边就不断地修桥梁 虽然不断地修修修修修修修 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对俄罗斯的后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俄军在河对岸有两万人 还有几十万人口都需要大量的物资 如果桥被炸了 光靠几条船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乌军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想把右岸拿下 俄军目前已经派了靖坦四师和九八空舰师到右岸增远 再加上原有的部队 合计有两万多人 这两支部队就很有意思了 九八空舰师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俄乌战争开战时期 坐着直升机去突袭基辅机场的那支部队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 但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们守住了机场 坚持到了地面部队的到来 而靖坦四师则表现不佳 损失很大 甚至闹出过排挤部队集体投降的笑话 后来撤回去几个月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行过整队 俄军到河对岸去增远 其实是不利的 原言还有前面说的 俄军的后勤难以支撑 他在赫尔松发开进攻 一味的反手又不限时 桥梁始终适宜 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隐患 从长期来看 这种的消耗对俄军是不利的 那俄军能不能放弃右岸赫尔松呢 军事上是可以的 从政治上来说比较难 因为赫尔松州的首府 赫尔松市偏偏在右岸 首府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如果被乌克兰夺回 就势必令西方阵营士气大阵 所以俄罗斯现在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守下去 目前俄军在赫尔松 打造了三道反线 一条是赫尔松市本身 一条是赫尔松市外围 还有一条是赫尔松北部的 英古列次河周边 从地图上看 赫尔松北部距离首府赫尔松市比较远 当地俄军处于突出部队的突出部 后勤压力很大 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乌军北部和中部都瞄准了赫尔松北部反线 试图把这里的俄军分割包围 俄军在这里主动后撤了一两个阵 看得出来确实压力挺大的 除了军事考虑 赫尔松反攻更是政治层面的需要 在开战初期 欧美是非常积极地援助乌克兰的 但是打了已经半年多了 大家都审美疲劳了 兴趣也大大下降 而且整个欧洲通战率正在不断的飙升 8月份欧元区通战率已经达到了9.1% 串历史新高 欧元区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悲观前景 虽然德国总理苏尔茨外交部长 贝尔伯克在最近几天都先后表明 要继续力挺乌克兰 但是谁都看出来 这现在已经变成了惨面化 欧盟最近几个月真正给出的援助 已经少了很多 7月份还拒绝了一笔 对乌克兰的15亿欧元贷款 明显已经对援助乌克兰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9月2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 还爆发了一场近7万人参与的大游行 游行民众要求减少对乌克兰援助 多关心一点国内 捷克是铁杆的亲美派 在开战初期又送枪又送炮 还在4月份的时候 第一个跑出来送坦克 现在连捷克内部都开始松动了 其他欧盟国家可想而知 而且就在昨天 德国也有几千人在汉堡进行游行 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要多关心一下国内的经济形势 所以乌克兰必须打一场大战 制造一点大新闻 提醒欧盟不要忘记了乌克兰 毫无疑问 乌军在赫尔松发起的攻势 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在实际选择上也是合适的 考虑到俄军兵力吃紧 没法给赫尔松发起太多的增援 乌军此时的大规模进攻 确实是一个大大难题 如果俄军没有守住 局面可能会短期内 不利于俄军 如果守住了 那就意味着乌军 即使在俄军最薄弱的方向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无力改变局势 那么接下来 乌军的反攻基本就不用再担心了 就是这样子 如果俄军可以通行 里面那量 helps 接下来 记住的股票 词